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涯一望 断人长 两湖江浙接壤之处是一片河道纵横的水乡 您离开的时候正值春江水满 白水茫茫 傍晚来临 望着您的船远去 我的心也随着您一起去了远方 这无休无止的思念啊 是如此的让人断肠 这首诗的作者是孟昊然 孟昊然生于公元689年 唐代诗人 本名号自昊然 老家是湖北襄阳 所以人们称呼他孟襄阳 孟昊然没有做官 因此人们也称呼他为孟山人 孟昊然早年很想为朝廷所用 但是在试图困顿 痛苦失望之后决定隐居 他曾经隐居在陆门山 写了两百多首诗 四十岁的时候游了长安 他曾在太学赴诗 明动公卿一座轻浮 为之歌笔 也就是说 哎 孟昊然写得太好了 我们还写什么呢 当然 这种念头是不对的 别人写得好是别人的事 每个人只要跟自己比 写自己能写的就好了 而且 每个人在不断的努力之下 都会越来越进步 孟昊然的诗 与另一位山水田园诗人王维齐名 世人将他们并称为王梦 他们的诗 清淡 长于写景 多反映山水田园和隐移行旅等内容 孟昊然的绝大部分诗 为五言短篇 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 有孟昊然集三卷 今编诗两卷 孟昊然的友人杜晃 要离开京地到东吴 孟昊然为友人杜晃送行 而写下这首送别诗 现在我们就来仔细地读一读这首诗 从标题我们看出来 这是一首送别诗 知 去 道的意思 度十四 度晃 排行十四 排行十四 哎呀 这个妈妈可真能生 你可能会这么想 其实这是个排行 是把堂兄弟都排了进来 他排行十四 而不是一个母亲所生的第十四个孩子 第一句 京吴相接水为香 京吴 京是古代楚国的别名 在今天的湖北湖南一带 吴也是古代国名 在当今的江苏安徽浙江一带 京吴在这里泛指江南 为一座莲 长江中下游地区素称水香 诗人不说水香 而说水为香 意味俊勇 以水为香的京吴人 对漂泊生活习以为常 不以暂离为汉事 这里有宽慰有人和自己的意思 也表明 有人将从水到去吴地 第二句 君去春江正渺茫 春江一座江村 渺茫即渺茫 君去是眼前事 春江渺茫是眼前景 这寻常之事与寻常之景联系在一起 产生了一种茫然的情绪 春江渺茫 春江水满正好行船 含有 祝有人一帆风顺之意 但渺茫二字又透出欺望之情 渺茫一词包含着复杂的情感 从字面上来看 它是描写眼前景 春江上烟波浩渺 雨雾蒙蒙 其实是写诗人心中的茫然 写出诗人送别有人时的 怅然若诗 第三句 上一句的春江渺茫 与这一句的日暮蒙 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黄昏在如此苍茫辽阔的江面上 一艘小小的船独自远去了 他显得是如此的软弱无力 如此不堪一击 怎能不让人担心惦记 这一路上 船将停于何处 有人将投诉何方 通过渺茫春江 与孤舟一夜的强烈对照 诗人发出了深情的一句 对朋友的关切和依恋之情 溢于言表 第四句 天涯一望断人长 天涯天边天际 诗人遥望渐行渐远的小船 消失在天际 不禁悲从中来 泪如泉涌 望着望着那远去的小船 离别的情感 经不住就阻塞在胸中 令人痛不欲生 这首诗用散行巨事 如行云流水 不读在谋篇造语上出格 自然流畅地表现了 诗人对有人度谎的深切怀念 也体现出诗人与有人度谎之间的 真挚有意 现在让我们再来诵读一遍这首诗 京无相接 水为香 君去春江 正渺茫 日暮争帆 何处搏 天涯一望 断人长 这里是阅读中国 我是阅读大使张颖桐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